在中国大陆的疫情去稳定了 不过现在在美国呢 正要面临这个爆发的危机 不过呢 中国大陆对于这个武汉肺炎的发炎地 现在被批评是大甩锅 也就是说他们不承认 这个肺炎是来自武汉 那么美国总统川普呢 不甘示弱 直接在推特上面就讲说 这个是一个Chinese Virus 也就是中国病毒 美中两国又开始打起了口水战 另外跟美国相关的就是今天呢 这个美国的国防部五角大厦呢 也爆出了有37人确诊 美国武汉肺炎疫情拉警报 连戒备最森严的美国国防部 五角大厦也沦陷 出现30多起确诊病例 包括18名军人 3名公务员 3名承包商 和13名相关人员 为预防病毒进一步扩散 美国国防部长艾斯培 和副部长诺奎斯特 被紧急隔离 只能用电话视讯洽谈公务 确保国家战力正常运作 另外五角大厦对军事人员和家属 发布旅游禁令 并且已做万全准备严格防疫 但也指出 全美虽有36间国军医院 但如果要治疗 大批具有高传染力的病患 现有的医疗设备 恐怕力不从心 在二战初期建成的五角大厦 雇佣超过两万两千名员工 走廊有27公里长 据说大楼里最远的两个地点之间 走路只需短短七分钟就能到 如今美国最高的军事殿堂 也被新冠病毒入侵 是否能防堵疫情 全球关注 现荣是灭疫